再来看的是犀利人妻隋唐 今天到校园宣传新片 不过这回人妻变成小三 再加上外传隋唐想要专心演电影 不接捧红他的电视台偶像剧 隋唐也特别澄清他不是不接 只是希望比重上能够调整 从人妻变小三 隋唐在新系首度权势第三者 汉港星钟正涛共谱练曲 可是现实生活的他目前还是单身 日前上节目占卜 算出真命天子可能是外国人 对此隋唐表示一切随缘 我觉得不管是唐洛白老师说的外国人 还是远方的人还是射手座 我身边目前都没有这样子的类型 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 因为演出人气偶像剧 让隋唐身世水涨船高 接连参与多部电影演出 俨然成为电影咖 而捧他的电视台正在筹拍新系 由于找隋唐当女主角 但外传隋唐想专心拍电影 无意再拍电视剧 让电视台相当不满 隋唐也作出回应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这一回事 大家绝对还是可以在电视剧里面看到我 自己还蛮希望我的时间分配 可以一半一半 就是一半电影一半电视剧 因为各有各的好 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拍电影是 一个可以要求完美 然后要求很精致的 一种很享受的过程 可是电视剧的话 它比较贴近观众 所以各有各的好 吉利澄清 就怕外界误会自己耍大牌 但隋唐没有正面回应 是否街拍偶像剧 也让外界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